斜行肘膝上三步 所以在演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它是在重复的做 那么这个相对啊 这样的动作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反复出现的动作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上三步的正确性 还有这种伸法和步伐的这种要求 我们接下来呢 演练一下 斜行肘膝上三步 斜行肘膝上三步 因为它是重复的 所以我们连续性的去做一下 完整的这六个动作 好 在保证身体中症的情况下 好 两手与膝盖相合 移重心 肘膝 好 守住伸法的中症 双手下按 提膝 好 开补 第二个斜行 守住身体的中症 右手下按 左手与耳朵相合 翻掌意中心 走膝相合 双手下按 双手下按 变勾手提 打开 做一个左单边 守住身体的中症 微微向左拧摇 肘膝盖 第二个肘膝 第二个肘膝 侧部 双手下按 提膝 好 松沉 开步 守住身体的中症 左手中症 左手打开 右手翻掌 白脚 注意重心 和伸法 好 移重心 侧部 开步 右手下按 左手上 第二个上三步的第三步 开步 合十字手 整个六个动作 斜行 褒西 上三步 斜行 褒西 上三步 那么第二个上三步呢 我们开步的时候呢 不会再变铝湿 而是合十字手 证明我们的六个动作结束